字幕提供 今天是一個人發惡風 2023年大13週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一個人發惡風 一個人發惡風會盡量每一個星期日 在YouTube跟大家吹噓 昨晚寫稿 寫了一半的時候 有人打電話來跟我聊天 結果聊得很晚 今早一早 又出去了 回到來的時候 沒有補免 所以現在有點不在狀態裡面 那就抱歉 然後稿又是未寫完 就出去玩 所以可能都會哭哭哭 多多包涵 第一個我要談的話題 是一個孝順法案 我知道這個已經不是一個新聞了 因為都是兩個星期前的事 一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想談 但是 在一個人發惡風的節目裡面 都經常忘記了 談這個話題 所以今天第一時間就要談一談我的看法 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第一個念頭就是 其實要怎樣執行這個法案呢 新加坡制定的善養父母法令 是在1996年的時候生後 在該法令下 無論是親生子女 起母結婚情況下所生的子女 養子女 或者繼子或者繼女 在該法令下都有責任去供養父母 如果子女沒有負起善養的責任 父母可以將子女控上法庭 以追討善養費 那我的第一個疑問是 那善養費要怎麼算呢 是不是根據孩子的收入 收一個percentage 除了十把線二十把線呢 或者一個固定的數目呢 每個月五百元一千元呢 那如果有幾個孩子的話 那是 每一個固定數目一千元 分你三個小孩 每人三百三 這樣算吧 還是 固定數目是一千元 每個孩子都 付同樣的一千元 那就變成三千元呢 那如果是這樣 那我就好過仔啦 我生越多 我就有越多收入 我老來 那好像新加坡的善養父母法令 繼子繼女是有責任供養父母的 那萬一你的老母 六十歲才改嫁 那你會不會願意供養你的新的養父呢 那再來就是 父母離宜啦 那母親 父親就再娶母親就改嫁 但是兩個人 在新的婚姻都沒有 小孩的話 那你是他唯一的小孩 你是需要負擔四個人 四個老人家的善養費 還是說 跟父母 父親就負責父親和新繼母的善養費 如果是跟母親就負責母親和新繼父的善養費 甚至說 那我也大了 我不需要跟他們 你們兩個分開 我可以趁機離開 那又怎樣呢 這些是很複雜的 那接下來就是 是否 扔下了善養費 然後其他一切就可以不理呢 那如果你的 父親 在你還沒滿月的時候 就人間消失 然後等你飛鴻騰達之後 出現在你面前 要求善養費 你又給不給呢 那 父母需要供養孩子多少年 年老之後 才有資格 索取善養費呢 那 父母需要提供什麼形式的教養才有資格 善養費呢 定益下 我給他一口飯吃也算的 對不對 再來 父母和孩子對捕公堂之後 你覺得 還可以有維持親情的可能性嗎 其實只要仔細想一想 你一定還可以想到很多情況 對方呢 是 這個 八零呢 需要應對應付 和靠的 是一個 很複雜 很長的 所以 我不知道你們到底會怎樣做 然後 我看到有官員說 把父母留給政府照顧是不負責任的 其實我覺得這句話 說這句話的政府官員 其實更加不負責任 首先這些父母年青的時候 都曾經為社會作出貢獻 建設過這個國家 他們曾經都交過稅 對不對 所以 這些政府 今時今日有錢 難聽點來說 都是當年他們有交稅 所以政府絕對有責任 照顧這些老人家 退一步來說 哪個小孩 會惡意地棄養父母 現在的小孩 連養活自己也有困難 我相信他們是在 不能選擇的情況下 沒有餘力的情況下 才選擇 不照顧父母 而這些小孩的經濟能力 為什麼這麼差呢 那當然有個人其他很多因素 但是其中一個 政府責務旁帝的原因就是 政府沒有搞好經濟 對不對 做不到 養國家 大部分 不要說每一個 大部分人 有心做工的人 都有工 做 才會導致這些小孩的收入 不夠支出 對不對 那才沒有辦法 照顧自己的父母 無論是讓老人家 安享萬年 或者大部分 各人就業 都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政府想用一個法案 把一個鍋 訂給小孩 是絕對不負責任的 當然啦 那些當年 讓一個腐敗 政府把持 這個國家40年 導致各府虛空的老人家 某個層面上 他們自己都要負責任 不只是 不只是 這些小孩 要負責任 父母養大 孩子是父母的責任 孩子照顧父母 是孩子的選擇 好 我知道很多人 不會認同這句話 但是你仔細想想 如果我今天 今天我 把你白胸甲回家 然後鎖住你 給你吃給你住 但是就鎖住你 然後20年後 我就跟你說 接路你的日子 你要我公養我 公養到我死為止 那你會不會覺得 自己有義務 照顧這個人 一輩子 照顧我一輩子 我經常說 父母養大孩子 是父母的責任 因為 是他們選擇 將我們帶來這個世界 在那時那刻 我們是沒有選擇的 我們只可以任人擺佈 如果我可以選擇 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說 我要做李嘉誠 或者華蘭伯伏的兒子 然而當我們長大之後 要供養父母 要如何供養父母 其實就是我們的選擇 甚至乎 選擇不供養 都是一種選擇 如果你問我 是沒有 道德上的任何責任 如果你問我 就好像 剛才我強調 要如何供養父母 那是不是 訂他去路人院 然後 就 付錢 路人院 從此 不見他 都是一種供養 那算不算是供養呢 所以其實 如果父母能夠 跟孩子培養良好的關係 那 日後孩子 對父母的關係 是一種親情 他們在乎親情 那他們不會 惡意 不讓父母 這是其一 其二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就是 什麼 病床前母孝子 還有一些字 我不記得了 就是 你 長期守在一個 有病的老人家旁邊 你都很難做盡到責任 因為 如果你們 嗯 照顧那些老人家 你們一定知道 其實是多麼辛苦的 那 一年 兩年 三年 十年 八年 二十年 你覺得你 會做不做得到呢 所以很多時候 就 我不會 去 道德綁架 身邊其他人 不要說身邊其他人 即是 我不會道德綁架任何人 說 哦 你父母 長期 餓病在床的時候 那 你應該要去照顧他 或者屈素 我不認爲 是沒有這樣的義務 你問我的話 那 甚至乎 那 父母 進入一個 食物人的狀態 那 令他 早日拔後 是不是好過 那 你自己 要長期 那 困治在那裡 然後 你父母 又是 被身體困治 做一個植物人 那 其實是否大家在 折磨著大家呢 對不對 所以我不會說 你一定要 照顧你 病塌 長期病塌前的 父母 親人 我覺得 至少我是沒有這樣的 能力 權力 去 去 說什麼 因為 不是我 在那 照顧他 對不對 我們經常說 撿不到肉 就不知痛 所以 我們旁邊人 通常都可以大聲 嘩 你父母病了 你就應該24小時 手指去 當然可以 說有幾難 我講五分鐘 他就24成7 這樣照顧父母 都不用我做 我當然可以說大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因為 說而已 我講什麼都可以 我講到幾道德高地都可以 不用我做 對不對 你 你找五千塊 應該給四千塊 你的父母 對不對 又不是我給 是不是 我沒所謂 我叫你給四千八 對不對 所以 大家都說得很輕鬆 但是做不是你做的時候 所以我不 我經常說 有朋友 疼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你自己 想一下 你 你 背紙 你些衣服 你不覺得累 你就繼續 但是你覺得很累 我不會說 你不應該 你不相信 你不道義 因為畢竟又不是我 我沒有權力去評論你 所以 我經常講 孩子照顧父母 是孩子的選擇 不是一個義務 但是 都是那句 如果你作為一個父母,你和你兒女培養了一個很好的感情 我夠膽說,他賺一百元,他用剩兩元,他都會給你的 他不會不捨得給你 這個是你早期怎樣教你的小孩 培養感情是一個關係,以及你怎樣培養他的價值觀 你跟他講,錢是一切,還是親情是一切,還是怎樣 其實這個小孩日後是怎樣 說真的就是你弄出來的,難聽說一句 當然日後他大了之後,社會會影響他,身邊朋友會影響,我同意 但是始終是那句 他大了之後是怎樣的 如果有功就是你的功勞 但有過也同樣是你的過,你不可以輸打贏要的 功勞就是我的,過錯就是社會影響的 我覺得這些是不對的 所以 所以就是 你作為父母是真的自己怎樣去培養 培養 孩子 那很多人都會反駁 如果你的老媽子,老爸老母不讓你讀書,你就 在街邊黑食 我同意的 我同意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 你就不會希望他在街邊黑食會黑你那份 對嗎 第一,第二 你如果沒有搞好他 你又寵壞他 到最後他就 在外面搞搞震 就是第二,欠很多錢 然後找上你,你也是麻煩的 對不對 所以 某個層面上,父母將孩子養好 不要讓他成為社會的負擔 一個負擔,實實在在是父母的一個責任來的 是你父母的一個責任來的 你生他出來,你就要照好 顧好他 跟著你 你要給他環境,好的環境生長,好的教育 是你的責任來的 當然 你說 如果你說作為父母不是我的責任 你要劈低,可以 也可以 日後去作間繁科 去 他 怎樣也好 你都要負責任 那個間接地 因為是你讓這件事發生的 所以 我 我始終認為 不應該道德綁架任何人 我只可以這麼說 我只可以這麼說,你不應該道德綁架任何人 就這麼簡單 每個人有自己的 處境 好 說到這裏一定有很多人問 就想我 在說 傾斗就是 我要為我自己所作所謂辯護 所以我說這麼多東西 沒問題的 我解釋一下 我現在 和我父母的現狀 對不對 我們有一間舊屋住了30年 其實我也沒有想要搬 那一天 我就叫我老婆說 我們找一間屋來作為投資 有沒有 那時候手頭比較 闊綽一點 就 鬆動一點 就可以 說投資 沒問題 誰知道他就騙我說 我買一間新屋 好 那也好 我買一間新屋給我 我父母 住一下也好 我沒有 都沒問題 那 開玩笑地說是騙 是不是 其實我沒有生氣 我只是說 就是這樣 就搬了一間新屋 後來沒有一些原因 這也沒說 家事 他們就選擇搬回舊屋 某程度上來說 從那天開始起 我們算是正式分家 那現在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 我爸爸就駕巴士 我媽媽就埋棉 我媽媽一直在一個八室埋棉 那個當口是我媽 傳給我媽的 就是我爸爸的老母傳給我老母 那我老母就靠那個 我老母就靠那個當口養大我們 那我父親 退休之後 就幫我媽一起 搞那個當口 他們就自己養活自己 那他們也有咬叫那些 有另外一些話題 那現在他們是靠那個當口自己養活自己 那我就同意 我就承認 我是沒有每個月給家人用的 OK 我沒有每個月給家人用的 我只是 盡量每個月 找一天出來跟他們吃個晚餐 因為現在算是睡假了 那當然 一直以來 我就負責他們每個月電話費 都不是多少錢 50元而已 老爸老母就有100元而已 那每一年 我農曆新年 我都會給一些錢 去過年 就這樣 我沒有給他們很多錢 去過年 OK 我的 standpoint 是這樣 你 你要搬回去搬回去 但如果你如果在我這裡住的話 我不會叫你交電費 對嗎 今時今日的房間都依然是去的 我 勾然我有客人來住 但是 始終我都是說 那間 原有的房間都是留給他們 只不過 他長期都沒有睡 因為他農曆新年才睡一兩晚 那麼其餘日子 我有朋友說要睡一兩晚 都睡一兩晚 所以 如果他說要搬回去 吃我的住我的 其實我真的沒什麼所謂 電費水費 我沒問題的 你直接回到來 我給都是 都是我給我都沒什麼所謂 我 我 我告訴你 只不過 你搬出去 我們說一闊兩大 那沒辦法的 當然我不夠膽 我沒有 過錯了 在這個情形之下 因為 為什麼呢 其實 當年那間舊屋 值一個米 我講一個米 其實賣了去 慢慢撕 OK的嘛 慢慢撕OK的 但是 為什麼 他又不賣了去呢 因為他們 很怕我這個不孝子 有一天 就把他 撕出街 就要睡街 他們死死都要抱著那個人 舊屋 所以 這點上 我 我也承認我有錯 我沒有給他 足夠的安全 但是 我是我 你要怎麼理解我的做法 我也沒有說好說 是不是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 情況 說真的 你就算這個反浪 真的有一天 落了你 要不要我給那麼多錢 說真的 我 給得到 我給不到 我也沒有辦法 剛剛 就這麼簡單 我只可以說這麼多 所以 我提出一個回答 因為很多人會 用我現在的狀況來攻擊我 我就說 你真的要 要為你自己 今天做的事來辯護 所以你就說 這個法案有很多問題 但是如果你 放下對我的成見 你自己去仔細看 所謂善養費的責任 其實是 不合理的 因為執行上 是有很多很多問題 很多很多 我們經常 我唐人說 清官難審家庭事 所以 所以很明顯 我們中國人是不會去 去立一個法要 強迫的小孩 養父母 因為 養父母是屬於家庭事 所以 如果在古代是絕對不會出這個法令 因為 我們都很明白 我們不會 即是那些官不會想 享受這個 歡睡 所以我們就拿出來談 所以 所以 對 一個這樣的法令可以談二十分鐘 我都覺得自己很佩服自己 Anyway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這樣 那麼 我很多時候覺得 我 好難有 好多人好難 好難 跟我聊天 他們總是覺得 我說話是 利經半導 但是 我始終都是那句 如果你們 仔細聽我的出發點 如果你都認為 是我錯 沒什麼所謂 我不敢說我一定是對的 但是 你們自己想 都是那句 清官難審家庭事 我作為一個旁人 我更加不敢說 你 怎麼對你的父母是對與錯 對嗎 好像我認識一個KOL 他每天都在他的 社交媒體裏面 每天吵他的爸爸 因為 詳細情形 他沒有說 但是很明顯 很明顯就是 他的爸爸 起他小的時候 真的沒有對他很好 難道 我走去說 你不應該這樣對你爸爸嗎 對嗎 所以 對 就是這樣 這個 善養父母的法庭 就說到這裡 接下來就要 插播一個新聞 其實這個新聞就是 我昨天在跟我 女包在聊天的時候 電話聊天的時候 通常我做不到事 跟他聊天 所以就在 Facebook 的時候 看到這句話 那 就是講 有一間叫 私募基金的 CREATOR 就撤出 Mr.DIY 他每架的 售股 我上個星期 先講 公司上市 就是為了圈錢 結果這個星期 就出現這個東西 就是 私募基金 CREATOR 就 全放到4.92%的 Mr.DIY股票 一股是一扣四角三 而市價是一扣五角三 就是他每一股 平一角 來賣 手頭上的股 說真的 他 說就說 手頭上的錢 到期 要Cash out 這些錢 去 還 自己的 基金 但是 你一個私募基金 那6億 Ringget 你 沒有流動資金去補 我就覺得 有點奇怪 讓我們看看 Mr.DIY上市的時候 估計 他上市的時候 不到 1元 我記得 所以 他 最高峰是兩扣八角三 現在一扣四 因為 很明顯就是 可能他覺得 賺夠 收夠 或者什麼 他就要退出市場 所以他就 他就 不玩了 所以我經常說 一個股票上市 就是要割韭菜 說真的不是雜誌 詳細情形 我不再說 剛好 今天提到 Mr.DIY 的故事 那就 就 看看 OK 你可以看到 這裡分析 這裏有一個 五十二周的蟹童路 過去的一年最高是兩扣三 兩扣半 最低是一扣五角 一扣五角都不賣 為什麼要買到一扣四角呢 所以是很奇怪 其中一定是一些貓尼的 我都不評論 只是想說的是 就是 上市就是要圈我們 割韭菜 那麼 我上一個節目我都說過 不是不可以 賣 不過你自己小心 怎樣去 劃你的金 就不要被人割韭菜 就這樣 接著 我就想談一談這個 The world of this exhibition 我萬眾期待 你可以看到這個fair 即是 去年的12月23號到 昨天 4月1號 一個 很大的 與人節 玩笑 如果你問我呢 這張海鋪就是最值得 看到的東西來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靜餘那些都是 如果你沒有去的話 恭喜你 因為 我都 很慶幸有個friend 去買 那個 撈撈撈 我知道不是這樣讀 不過我喜歡叫他 撈撈撈 一個青色的 L.L.A.O 那個 雪糕 他吃過雪糕的時候 就對了一張 這個入門票給他 他就 因為他知道我喜歡地斯 就問我 你可不可以去呀 我原本就打算去嘛 我只是等我老婆 有空和我一起去 那就拿了一張票 買了一張票 55元 算是半價啦 買一送一 是不是 25元 26元 就去看 結果 咖啡 真的是 如果你 真的很差很差 然後 15分鐘 就算是看完了 OK 我 一直帶大家看 我就一直 在這裡插他 因為其實真的沒什麼看 那一來就這個是入口啦 有個美女在這裡 大家都知道我的風格啦 拍了一個美女 是好看的 一進門口 有這麼多海報 是好看的 我老婆 放在那裏就 主要是因為 比較一下 身高 等身高 但就這樣 一件衣服 沒有人 沒有介紹 什麼都沒有 跟手 又是一件衣服 幾句話 又沒有介紹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對粉絲來說 可以是 但是如果你對粉絲來說 其實這些 應該就是 拍片用的那種 服裝來的 應該是很珍貴的 拍片服裝來的 而不是這樣 這些全部是一塊 好像賭帽 專門賭出來 賣服 賣服 三個小時的工仔 沒有白衣服 賭帽 賭帽 就為了 這個 用途 是很差很差的 所以 這個 這個問題就是 對不認識的人 你沒有介紹 對認識的人 他也認識 這些東西 就 他想看的是 不是想看一件 反制品 而是給錢進來 想看的是一個 電影用道具 那才值錢 如果我看反制品 說真的 沒有 沒得看 再來 旁邊這個 是壞了的 你不是花花的 效果來的 是 可能 無論是壞了 就是 是花了 所以 是很差 然後 因為 說 Superman 有一個 Crypto Knight 很明顯 Crypto Knight 不知所謂的東西 因為如果 看過電影 不是這樣的 款 隨便做 有說是Crypto Knight 那是Crypto Knight 做的Spear 就是 Batman vs Superman的那集 那 很明顯 我個人不認為 就是一個 拍片道具 那就 不斷說兩句 就大過了 接著 這裏就比較過癮一點 因為 平時沒有紅燈的時候 是這樣的 但他用 Project 一照下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 Force God 響上高 這個其實是什麼情形呢 其實在說 其實 在漫畫的世界 很多時候 他們會 遇上 如果Superman 變成懷人 會是怎樣的樣子 其中一幕就是 Superman變成懷人了之後 其他人 就說 Superman 是一個假的神 就出現了這幕 那是OK的 這個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可彈 可圈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東西 跟著下去 你就看到了 這個就是很明顯 是Batman館 但是 你看一下 石頭 唉 說真的 我都沒見過 那麼 那麼差的石頭 所以 跟著就 一個長的走廊 長的走廊 你看起來好像很大 就是這樣的樣子 一個 很長的走廊 跟著呢 進去就是這樣 你頑固向來 就是一架 Batmobile的車 和一些武器 這樣 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麼 對啦 有三件衣服 Batman的衣服 和 Batman的衣服 在那裡放下 全部都不是 很肯定不是 電影道具來的 是肯定是 是假的賭武的東西來的 那麼 對啦 有些武器的假 就這樣擺字吧 跟著這堂車 又是 灰蒙蒙的 又是 整個 造成的 你不會看到 它很有震撼性 如果你問我 然後有一盞 Batman的燈 這些不用說了 那麼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 Batmobile的 版本啦 那麼 又沒有標誌 如果不熟悉的人 又不知道是什麼 來的啦 跟著 走到 找得會不會管啦 找得會不會管啦 就這樣的樣子啦 左手邊有劍和盾 右手邊有兩個服裝 又用這些普通人去 戴著這件衣服 跟著就有些海報啦 很細 很細幅的海報 說真的 這個就是刀和盾 我介紹一下 還有他的頭盔啦 跟著就有一幅電視場啦 電視場就 播放那些 Wonder Woman的電影的 電段啦 跟著這裏就是一個遊戲啦 有一個用XBOX做的遊戲 所以你可以 他會 detect 到你的動作 跟著就 你可以跟遊戲裡面的那些東西互動啦 不斷地 讓小孩子玩一下 所以這個又是一些 Wonder Woman的海報啦 那我把我老婆放進去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你看到這幅 海報so call 或者插畫 是很細幅 很細幅的 所以有時候我都問我自己 其實他們是不是有沒有授權的呢 為什麼 這些海報 print 好像閃閃縮縮縮的 好像 好像偷回來的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嘛 如果你說我怕別人拍照 Copyright OK啦 你可以全 全館禁止了 不讓拍照 OK的嘛 我都見過這樣的朋友 我在新加坡我都去過這樣的朋友 就是有一些位是 因為那個是大便區的展覽來的 那大便區有 一個 有很多手稿 那些手稿很珍貴的 所以特地在那一區 當他展出原裝手稿的時候 是不准拍 影片 基本上不准拍照 不准拍照 所以 那幅真的很大幅你可以慢慢站在自己看的 如果你有興趣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些海報是真的 好像偷回來的 沒有仇權 就病治絲絲絲絲 裡面的東西基本上你不用風大鏡 看不到的 那麼 做來做什麼 有時候我都在這裡問 是不是 那麼右手邊這裡又是一個 這樣的走廊 是不是 走進去就看到 找到這個樣子 同樣地 都是一個 帽子出來 就好像你玩一個 一個大型的 帽子出來 然後如果你認識就知道 這個是Aquaman 是不是 同樣又是一堆 小小的 這些東西 Aquaman又是一大堆 這些不知所謂 看不清楚的海報 然後就有一個 Aquaman 在這裡 所以 就這樣一幅 接著就 看其他的 衣服 族人的衣服 這裡就有一個 呃 呃 互動的 東西啦 就是你站在那個位置 是不是 他 detect 到有人站在那個位置 他就會 generate 這些魚呢 望著你 那麼你離開之後呢 他的魚就會走開 So 就有這樣的東西 咦 跟著啊 這個 又是另外一個 很長的走廊 那 So 是甚麼來的 你看得出我 啊 這個就 是 呃 那個小草的女朋友 叫甚麼名字 Ali 不知道甚麼 我記得 哈利 Queen 哈利Queen 所以又是 小小的 這樣的幾幅 呃 改報就算了 同樣地又 看到一些 這樣幾幅相 幾幅相 幾件衣服就算了 那這些是他們的服裝啦 在電影裡面的服裝 跟著就是Sucide Squad啦 跟著就是Sucide Squad啦 另外一套電影Sucide Squad 那就有一個這樣的監獄 在這裡啦 你可以看到真的很小幅的 他人在這裡的那幅只有這麼大幅 所以很小幅 看得不清不錯 裡面那麼多海報裡面呢 我個人比較欣賞就是這幅啦 因為海報要夠大幅才有震行感的嘛 不是看鬼嗎 是不是 這裡都是這兩幅的海報 就真的很不錯 跟著呢 這隻東西啦 你可以看到的是不是怪怪的呢 其實呢 他是 拳了手 十步星呢 鋪置一個 Baseball棍 結果是手斷了那個棍掉了 所以就 變成了一個這樣奇怪的 呃 姿勢 那麼這裡就是一幅牆放了那個Sucide Squad裡面的人啦 資料啦 好像 電影裡面那些 The Suicide Squad 那麼這裡呢其實是一個 這幅牆呢 就另外一個VR game的場來的 那麼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待機中 戴上 頭戴 顯示器 以緩醒 VR啦 那麼其實是一個VR game啦 很明顯 於是 我找找找找 原來呢 這個VR頭盔就在 一個很高很高 浪氣很高很高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想要做什麼啦 有沒有人在那裏 你想看又不行 想怎樣都不行 那麼到底其實 這個是想做什麼的呢 不知道 就好像 跟著 這把刀了 這把刀了 不是刀 抱歉 這把刀 那這裡又是一些 又一樣啊 你可以看到 這些Socale海報都是 小隻 唯一 最值錢就是 這一批傳 這裡的主角 有人頭有整 就在這裡 那 但始終你看下的石頭也是 我真的不想說 又不讓你走近去拍照 那其實有什麼價值呢? 你看這些石頭 這個就是出口處 出口處挺好看,挺漂亮的 因為靠燈地上有一個DC 這裡有一個DC,挺不錯的效果 基本上就是這樣 咖啡 你也看到用了幾多分鐘 也是十多分鐘 就是這麼短的一個咖啡 55元一個位 如果你說早期不是這樣 可能有些其他東西說真的 我就不認為會多出多少東西 其一,其二 如果早期買55元有XY東西 後期買55元沒有XY 其實是否算 貨物 不符合 那個 即是貨不對版 我們說的索不對版 我去過很多這些咖啡 那 不要說很有經驗 但是 肯定不是這樣的樣子 你就算 你就算 不是 因為 因為 過後 在這個位置 其實有很多 很多 其實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一些模型 一些胎 其實你為了增加 人的購買肉 其實應該在剛才那些地方 就應該放一些胎 那我都看到 去搬 向XYalong 山蕭那些東西 搬了一些模型 過來買 一些傻斑 一些公仔 過來買 那其實 你是不是應該多出少少錢 出少少錢去 去做一個場景呢 打鬥場景 然後把公仔放進去 那就值錢 所以 我 第一 我看完了之後 我心想 這個 WOW Event 很新的公司 去年才註冊 所以很明顯 就註冊 做這個 所以他是不是想 Hit and Run 這是其一 其二 那DC又為什麼會 授權去 假設他有授權 那DC為什麼會 授權去 搞這個fair呢 因為這全部是 Propriety IP 來的 那 那 這個 WOW Event 是不是有授權呢 有授權的話 那DC為什麼會 給一個 剛剛成立的公司 毫無經驗去搞呢 很明顯 如果你看我現在的狀態 我是 以後 我都不打算去 馬來西亞搞的 這些fair exhibition 說真的 是搞臭了 名字 我以後都不會去 說真的 我寧願 給錢出國 去看 都好過 這樣 55元 15分鐘 看完 垃圾 有沒有 所以 通常 通常這些大公司 被這些 Event公司搞的時候 他不會隨隨便便 被一間小的公司去搞 因為 你搞臭了我的名字 因為我被你搞 不是Under Our Control 是你搞的 所以 如果有拿到授權的 那就 問為什麼DC 裡面的公仔 全部都要用白色的公仔 穿著那件衣服呢 你要好看 其實 要全神 要整個 其實 你擺 擺 人 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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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的 做 擺 擺 都 analytical 不 除, 所以 我不分辨 起 الف 好 的是 非常可щ 奇 wor 所以我覺得整個飛是不知所謂的 如果你問我這個展示範 我是非常之失望 非常之悲傷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真的想回答他 然後飛走一張 也沒有什麼送 好像 你送一張 海報也好 送一張書籤也好 送一個手機貼 一張Sticker 有代表性 至少我來這個活動 我作為一個DC的收集者 我會想 收一些蜘蛛特幼 譬如說 Umblure 引致DC For這個活動 的拿來紀念版 那 DC迷收的時候 至少有些東西可以收 但沒有啊 沒有東西是 即是蜘蛛特幣 這個位置是賣東西的 這個蜘蛛特幣 沒有東西是特別的 這個活動 所以我不明白 這個WOW EVENT 到底是想怎樣 所以可能是HIT AND RUN 我不知道 一句說完就是 如果你們拿到便宜票 去感到抱歉 你們浪費了那15分鐘 如果你沒有拿到便宜票 就像我這樣自己給錢買 我就增加抱歉了 就浪費了那一小時的錢 唉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 最主要就是插這兩件事 那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因為我真的很累 我 其實同時都在準備 其他的話題 放在其他地方聊 那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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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